OK 那個412顏那個地方 就是上次有提到那個轉入的時候的一個麻煩的問題是 真的生物在轉入的時候啊 然後再必須要去做修飾 去做修飾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原因有兩個是因為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呢 那個基因大致上落在 OK 算大致上基因會在DNA的某個段落內 然後有特定的肝酸或含氮檢基的排列組合 排出它的內容 那真實的情況 如果是在原核的話就比較單純 原核的話就是DNA的某一段都是基因 那整段的內容真的就全部都是基因 那發現原核 細菌是這個樣子 細菌的話就是它那個基因的內容在這個段落裡面 這段內容裡面每一個寒氮檢基的排列組合 真的都是基因的內容 真的就不一樣 就是大致上這個基因的內容裡面呢 它不是會有一些 跟基因密碼無關的區域 像講這個叫內叉子或者叫內函子 對不對 所以它轉入出來的時候實際上 那個如果它是一個錄音帶的話 你要先經過剪接 把那個真正 含有基因密碼的這些內容 讓它排成連續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基因的內容才算完整 那為了要延長那個RSA的有效期限 所以前面要加頭加尾 然後去做保護 可是如果你在接下來去看 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的話 你現在轉入出來之後 RSA分子 以後面的一個問題 假設 現在轉入出mRNA 可是等一下核糖體 要進來開始去做那個轉譯工作的時候 核糖體的體積 核糖體雖然很小 可是也算是佔有一些體積 所以如果你讓那個核糖體從mRNA和前面的地方 大的次單元小的次單元把它夾起來 這個時候核糖體跟mRNA之間 可能會有一點點像懸空的狀態 所以實際上在轉入的時候呢 真正的轉入的起點 我們發現它不是從基因的第一組密碼開始做轉入 它會向前延伸 它會向前延伸在一個鋼甲412頁 前面有一個叫啟動詞的這一段 它會有一段特殊的核甘酸的排列組合 那這個地方它可以提供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蒸合生物呢 它會先透過一些成分 比如說某些特定的蛋白質 然後這些蛋白質呢 它以拼裝的方式 然後在啟動詞這個地方結合進來 所以等這些會在啟動詞結合上來的相關成分到期之後 那這個時候呢 然後那一聚合酶才會過來 然後開始做轉入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對蒸合生物來講 就還有一個額外麻煩的部分是 你首先得去找到這一些 OK紅色的這個成分的組成 那通常我們就把這些 結合在啟動詞 啟動詞就是DNA的某一段的特殊內容 有一個小段落 然後呢它專門提供這些紅色的成分 那後來因為這些紅色的成分 基本上跟那個轉入的開始有關係 所以我們通常就把它稱之為叫做轉入因子 所以蒸合在轉入之前的話 你得先讓相關的轉入因子到位 這樣 然後等到它們在啟動詞這個地方進來 RNA的聚合酶才會進來這個地方 從這裡開始去做轉入的工作 然後之後沒多久才會開始真正遇到基因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那個真正的基因內容如果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表示我們要轉入的實際的 MARN的長度呢 它就要比那個真正的基因內容再向前延伸 然後還要再向後延伸 所以一般正常情況下所轉入出來的MARN分子 應該都還是會大於一個基因的實際長度 你看會有些額外的需求 那更不要講說我們講修飾之後會有什麼問題 修飾的時候呢 這個前面不是要去掛一個GTP的頭 對不對 然後尾巴的部分呢 為了要延長那個MARN的有效期限 所以這個地方用了一招 就是一直加A 然後拿來像技術器一樣 反正後面萬一不小心被那個酵素分解了 只要它還沒有分解到那個有效的段落之前 這個MARN基本上都是可使用的 所以轉入的起點那個地方 另外我們稱為啟動子 啟動子在DNA上面這邊 它是轉入因子進來的很重要的關鍵 那真正生物的基因常常都要去找到那個啟動子 所以你可以把啟動子想像成 它有點像是說 我現在呢想要使用這個基因 那你得先去找 那個基因的前面的鑰匙口在哪裡 然後呢你還得想辦法去找出那把鑰匙 然後呢把這個基因打開之後 然後接下來這個基因才會不用出來 所以真正生物在使用基因的時候 基本上是有點麻煩的 那再衍生一個問題 還記得以前講那個基改嗎 基改細菌跟基改真核生物差別在哪裡 就是這個地方 你有時候找到那個基因是沒有用的 你如果沒有去把它的轉入因子找出來的話 事實上你光只是找到那個基因的內容 你可能還是沒有辦法把這個基因給用出來 這個就是在真核生物跟原核生物上面 其實還是有落差 雖然大家的密碼原則是一樣的 好 所以轉入因子的問題 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啟動子這個概念 所以現在就是目前有發現說 那啟動子到底是一段 什麼樣的這麼特殊的核甘酸的排列組合 然後呢可以讓這個轉入因子 辨認這個位置 然後後來目前發現 啟動子裡面常常包含的一段 沒空間 寫這裡 常常包含的一段 它的含氮鹹基的排列組合是 就是tata 然後呢重複好多次 就是tata 四個為一個單位 然後一直重複下去 OK嗎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這個叫做tata box 所以啟動子常常會包含這一段 那這個也給我們一個簡單的判斷 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辨認這個位置 來去嘗試找尋那個基因 可能在哪個地方 好 所以再加上上次的RNA的修飾問題 假設完成的話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困難的工作 就是要去做轉曆 那轉曆工作基本上做完之後 會產生的產度是多胎鏈 所以這個也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 一個多胎鏈 合成過程的這個化學反應 然後所以現在 這樣的一個化學反應 我們總共需要準備多少的成分 構造或工具 那先從那個 M2類這個部分來看 因為當初轉入的時候 然後 我們可以將DNA 的某個段落的內容 然後呢 複製到mRNA上面 OK 所以正常來說 mRNA手上呢 會有 某個基因的完整內容 好 所以現在這個起碼 很基本需要的 就是我們要有M1類的存在 所以就是我們要先想 所以在排氣上 就很優秀 去除此 按釘 可以做的 所以每次烤火 轉譯的時候需要的材料以基因的內容 所以這時候主角就會是mRNA 然後接下來相關配合的工具 這個明星講轉譯的時候需要的工具是核糖體 所以下一個核糖體的部分我們要讓核糖體去跟mRNA結合在一起 核糖體因為它擁有大小次單元 它是一個沒有膜的構造 到時候它跟mRNA之間的關係 會有點近似大小次單元 將mRNA加起來 所以下一個工具很重要 核糖體以前我們講過 雖然在細胞構造功能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蛋白質合成中心 好 那如果你從這個轉譯的這個過程來講 它其實就是一個解讀密碼的工具 很好 那這個工具的成分應該還有印象 你看核糖體的組成成分裡面呢 包括兩個 兩大有機物 一個呢 就是組成核糖體所需要的那些特定蛋白質 那另外一個就是 rmRNA 組成核糖體所使用的rmRNA 所以這地方留意一下 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mRNA帶有基因內容的rmRNA之外 還會在這個工具身上呢 發現的另外一種mRNA 那rmRNA只是跟某些特定的蛋白質 來塑造出核糖體的那個造型 然後讓它具有那個解讀密碼的這個能力 就這樣 好 那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要合成多態電 那多態電其實是什麼 多態電縮穿的 就是由氨基酸脫水聚合 對不對 所有多態電其實它就是 由特定的氨基酸以脫水聚合的方式 串連而成的一個聚合物的分子嘛 好 所以現在對於核糖體來說 如果它現在在做轉譯的工作 那個依據就是基因的內容 好 結果就是要讓特定的氨基酸串連起來 所以顯然的 我們需要去提供氨基酸給核糖體 OK嗎 可是對於核糖體的能力來說 你就把它當成是 它只能做什麼事情的 就有一點像是 那個錄音機一樣 就錄音機以前傳統的錄音機 就是用錄音帶 錄音帶需要一個讀寫頭 核糖體的角色就是 從頭到尾就是只是那個讀寫頭 OK嗎 可是如果你透過這個讀寫頭 你有將那個錄音帶上面的儲存的資訊讀取出來 你可以透過像喇叭 然後把裡面的內容 假設你音樂來講就會播出來 OK啊 所以對核糖體來說 它做的工作 沒辦法很複雜 或者是說 它做的已經是關鍵的複雜了 就是想辦法去把那個密碼給判讀出來 可是那個最後播出音樂這個動作 必須是由其他的來負責 那對核糖體來說 它現在判讀密碼 然後呢 希望將這個密碼的順序 然後轉換成氨基酸排列組合 可是核糖體其實根本就不認得氨基酸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牽涉到另外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藏成分 它會幫核糖體帶來氨基酸 那它的形狀在415頁下面這邊 右邊有一個比較是它接近真實的結構 OK 假設AA是氨基酸的英文的那個 第一個字母 現在呢 我們如果可以透過一個工具 然後呢 幫核糖體帶著氨基酸過來 可是氨基酸有20種 所以這個工具呢 本身它的種類也很多 OK 然後它的組成成分呢 基本上也是個核酸 然後是核糖核酸 我們把它稱之為 角色啊 依照角色把它稱為叫做TRNA OK 轉入的過程當中 有參與到的第三種RNA 可是這角色其實非常重要 原因是在於 這一種核酸 在它的酸耗碳這一段 會去掛著氨基酸 那TRNA的種類有很多 然後不同的TRNA 它的三框端可以掛著不同氨基酸 這樣OK 那因為氨基酸有20種 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分工的問題 我們由不同的TRNA 負責攜帶不同氨基酸過來 給誰用 給核糖體用 好 所以再回過頭去看那個核糖體的部分 OK 核糖體其實它並沒有真正認識氨基酸 可是 就是 假設現在核糖體 正在判讀MRNA的某一組密碼的時候 它怎麼會知道說 依據它現在所讀取的這一組密碼 然後它等一下要合成多態鏈 所以在那個多態鏈的對應位置 它應該要放哪一種氨基酸 所以核糖體做的工作就是做比對 比對什麼呢 TRNA呢 一般我們形容它的分子形狀 這個 這邊叫做木樹型 樹 像是這樣 應該是 因為木樹、豆柯、植物都是這樣子 葉餅出來 然後三叉出去 然後接下來小葉小葉小葉 所以它們把它形容像木樹型的這個分子 因為它的分子類 它本來是一條單骨的RNA 然後它單骨當中呢 把自己折起來 然後利用特殊的核乾酸的排列組合 它自己在分子內 自己跟自己形成雙骨 所以它不是用兩骨來形成雙骨 它是自己把自己折一折之後 在它的分子內部的局部的段落出現雙骨 這個就很有技巧 好 那其次因為它是希望去塑造一個獨特的造型 好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它到底怎麼樣協助核糖體 讓核糖體因為 判讀了MRNA的密碼之後 可以拿到這一組密碼所對應的氨基酸 所以剛剛提到 核糖體你只要記得它的能力僅限於判讀密碼 所以它做什麼事情呢 既然TRNA也是核酸 一樣是由核乾酸所排出來的 MRNA也是核酸 那一樣也是由核乾酸排列出來的 所以它只要去做一個比對的動作 什麼樣的比對動作呢 比如說假設現在這個核糖體 它現在正在讀取AUG這一組密碼 你看到 所以它只要去套套看 在細胞值各種TRNA當中 三個圈圈的正中間 其中關鍵位置這邊有沒有出現UAC 這應該不難對不對 MRNA核酸 TRNA也是核酸 這邊有個AUG的排列組合 TRNA中間這個圈圈的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出現個UAC OK U配AA配UC配G 它只要去簡單的確認 TRNA在這個地方跟MRNA 它正在讀取的那個密碼之間 按照AUGC配對關係成立 它就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這個TRNA就是它現在需要的 但是它實質上需要的並不是這個核酸本身 而是這個核酸它所帶來的那個氨基酸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其實細胞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技巧 TRNA是核酸 氨基酸是蛋白質相關的化合物 所以當TRNA這個核酸跟氨基酸兩個掛在一起的時候 對核酸體來說的話 它的叛讀工作 就是它怎麼確定它可以找到 它現在正需要的那種氨基酸 就是它只要去做 又是來一個配對工作 所以你看雙股上面有配對關係 轉入的時候 DNA對上RNA 你要以DNA為基礎 然後要去產生RNA 這時候一樣也是在做這個 含氮剪輯的配對工作 等到轉譯的時候呢 核酸體它怎麼確認說 它讀取一組一組的密碼 然後接下來 每讀取一組密碼的時候 它要拿到它所需要的那組密碼 所對於氨基酸 所以這個透過的角色 那個媒介 其實就是TRNA 所以到這個地方 你光看這個組合關係 你就會發現 整個轉譯工作裡面 直接有參與到的RNA 就是這三種 那種 帶有完整基因內容的mRNA 看到嗎 然後那個做出那個工具 本身需要的那個化學組成 成分 就是核酸體裡面的mRNA 然後幫這個工具 帶來正確氨基酸的那個媒介 TRNA 所以 常見的三種mRNA 就全部倒起來 這樣 OK嗎 好 所以先有一個大約的輪廓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談細節了 來 核酸體的部分 TRNA 剛剛已經提到的 它這邊提供的三種圖性 415頁 那個最左邊 上面左邊那個地方 提供的是一個平面的結構 這個平面的結構裡面 它刻意凸顯出那個三個圈圈 OK 然後這三個圈圈 的地方都沒有雙劍 其他的地方 幾乎都有出現雙劍 它是單骨自己摺疊 形成分子內雙劍 一樣是輕劍 OK 然後留意它的三方端 它的三方端就是掛著 它的三方端就是 有個槍基 然後它利用那個槍基去接上氨基酸 所以那種發生DNA討論類都一樣 真正可以發生化學反應 那個關鍵位置都在哪裡 有沒有 所以核幹酸 就是還保留化學反應的空間的 都是在三方碳這個槍基 其他地方都有點被綁死了 要發生化學反應比較困難 右邊那個圖的話 最右邊當然是卡通圖 這個因為不符合它的形狀 所以左邊那個分子的結構 有提供那個像3D的方向的這個 這個是比較真實的狀態 好 這個是有關TR內的部分 核當體的部分的話 看下面 核當體它包含了大的次單元 然後更小的次單元 然後更小的次單元 那這兩個次單元的組成 全部都是蛋白質加RNA 兩個都一樣 那組合完成的核彈體 在它的大小次單元的內部 可以提供三個核幹酸為一組的空位 但前提是組合完成才算數 所以核糖體必須大小次單元組合完成 拆了功能 那你把它拆開它就不能工作 那組合完成之後呢 它的基本的容納是三個連續的核幹酸 原因是因為密碼的組成 是由三個連續的核幹酸所排列出來的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會提供座位 給mRNA的密碼 跟到時候配合的TRNA進來 然後讓它可以在這個特定的位置 就是大小次單元加起來的特定的位置 去做配對關係的確認 可是這個座位 後來這個研究上就發現 事實上整個核糖體內 它不是只有提供一個座位 它總共提供了三個座位 那這三個座位 那個代號一定要記 因為它跟它的功能有關係 從左邊靠近mRNA的頭那邊 第一個座位稱之為E位 正中間這個地方 以AUG來說它現在正落在P位 然後靠mRNA後面的 靠尾巴這一頭的 那我們稱之為A位 所以核糖體大小次單元組合完成之後 總共提供三個座位 這三個座位可以容納三組密碼 一組密碼是由三個連續的核幹酸所排出來的 所以有就是說它這三個座位 總共可以容納的長度 差不多就在九個核幹酸左右 這樣OK嗎 不要不要 好所以下一個 接下來的問題來了 因為核酸是核酸 氨基酸是氨基酸 對不對 不管你是DNA還是RNA 它們的組成單元都是四種 它們組成的單元都是核幹酸 而DNA RNA各用了四種核幹酸 然後一個用的是ATCG做出完的 一個用的是AUCG做出完的 一個用的是核糖 一個用的是去氧核糖 現在等到轉入轉移完成的時候 我們要產生的是多態鏈 然後多態鏈它是由二十種常見的氨基酸 所做出來了 這地方會產生一個很明顯的比例上的關係 如果這個DNA或RNA的內容 每一個核幹酸就是核糖體的一個叛讀單位 它會發生一個問題 因為你要這樣4 然後涵蓋二十種會有困難 可以理解嗎 比如說最簡單的是 比如說如果我們現在核糖體它是這樣子讀 它現在讀到A 好那讀到A要去抓一個它需要的氨基酸 對不對 那可是等一下它又讀到另外一個A 可是它手上總共只有 到MRNA的時候是不是只有A AUGC 也就是這四種核幹酸 所以這四種核幹酸肯定是無法涵蓋二十種氨基酸 因為這個對應關係的比例是不合理的 你看嗎 所以後來有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 它就很辛苦去做一件事情 它就用人工合成的那個MRNA 然後呢 就是去做各種排列組合 然後才發現原來地球上的生物 在DNA跟RNA上面密碼原則是什麼呢 因為你要想辦法去涵蓋二十種 聽嗎 所以這個時候只用四種核幹酸一個一個 是無法去涵蓋這二十種的 所以它後來發現原來地球上的生物用的是什麼 我只要讓DNA或RNA的核幹酸三個為一組 你看嗎 那三個為一組 我現在有連續三個空格 每一個空格裡面都有四種選項嘛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可以有六十四種組合 而且還不能兩個 因為兩個只有十六種組合 十六種組合 仍然無法涵蓋二十種氨基酸 但三個就可以 好 所以DNA跟RNA上面 所謂的密碼 其實它是由三個連續的核幹酸 但你也可以講成三個連續的涵蓋檢基 所排出來的組合 構成了一組一組的密碼 OK啊 那三個為一組 你現在就可以產生六十四種密碼 OK啊 那這些密碼肯定 因為六十四一定大於二十 OK 所以這時候就會還要剩 這樣OK 好 那一般習慣上是這樣子 如果你現在談的是基因的話 好 習慣上我們把DNA上面 基因內 核幹酸後含氮氮解肌排列組合 所形成的密碼 就叫做 直接就叫做基因密碼 所以如果你用到基因密碼 這個詞 通常是在描述DNA裡面 核幹酸後含氮氮解肌的排列組合 三個為一組 三個為一組 那後來等到轉入完成之後 這時候再用基因密碼 這個詞就有點會混淆 所以我們習慣上 等到你轉入完成之後呢 MRNA上面的那些 寫在這邊 MRNA上面那個一組一組的密碼 我們習慣把它稱之為密碼子 所以密碼子是用來稱呼 MRNA內當初由基因密碼 轉入過來的那些排列組合 所以比如說這個地方 如果有一個AUG的密碼子 那麼當時候在DNA的時候呢 DNA那個基因開始的地方 這邊應該會有一個叫做ATG 好 互補的那一股就會出現TAC 這樣可以想像嗎 所以DNA上面的三個 真正基因內容的一組一組的密碼 叫做基因密碼 轉入到MRNA的時候 那個密碼改用這個稱呼密碼子 OK嗎 可是因為這個地方又產生另外一個配對關係 TRNA手上會有一組密碼 這一組密碼專門提供核糖體 用來跟MRNA密碼子去做配對組合 所以TRNA上唯一的一組 只有這組密碼 它沒有完整的基因內容 就是其他的地方 也是核甘酸的排列組合 但沒有密碼的意義 TRNA上面唯一有密碼意義的地方 假設以UAC來講 它可以跟AUG互補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FINE 密碼子 所以一個轉入轉譯 轉入轉譯這兩個階段裡面 然後就是牽涉到的密碼 DNA的基因密碼 MRNA的密碼子 然後跟配合的TRNA的反密碼子 那反密碼子跟密碼子剛好是互補 然後密碼子會跟當初用來轉譯出 轉入轉入出MRNA的DNA的其中一股 比如說用了TAC開始的那股 對不對 那經過轉入 那是不是就可以得到MRNA的第一組密碼 假設是AUG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那有64組密碼對不對 那64組密碼裡面呢 我們發現 如果從MRNA的角度 因為這個比較實際 因為MRNA到時候透過核糖體解讀出來 就是一串氨基酸的 所以通常我們習慣是 討論MRNA上面的密碼子 比如說AUG 到底對應到哪一個氨基酸 你看 所以以前不是有用過一個表嗎 我可以看一下 414頁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密碼子跟氨基酸的對照表 那這個對照表裡面留意一下在右上角 先看左下角好了 左下角倒數第五個 先找到AUG 這個密碼子很重要的原因是 它是所有基因的第一組密碼子 你看 所以這是一個其實密碼子 所有基因都是以它為開頭 然後這一組密碼子 它不只代表的是基因的起頭 它自己會對應到什麼呢 它這個對應的氨基酸也要記 它對應的氨基酸是 就是甲硫胺酸 不信了 這可能要記一下 所以也就是說 所有的轉譯出來的 多態列的第一個氨基酸 你都可以去預測 看應該是甲硫胺酸 後面產生什麼變化 那再說了 可能是不同蛋白質 就會有不同的需求 對嗎 好 那可是現在 下一個會面臨的問題是 中間的內容或許不同的基因 有很大的變化 可是問題是 何堂底怎麼會知道 我現在整個翻譯工作 對不對 我讀的是一組一組的密碼 像翻譯一樣 那我到底要讀到什麼時候 才算結束 那目前地球上的生物 基因結束的地方 密碼子 三選一就可以了 就是 UAA 你看那個密碼表的右上角 UAG 或 UGA 這個是 中指 密碼子 那中指密碼子 跟那個 AUG 其實密碼子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其實密碼子 有對應到甲硫胺酸 就是 有個TRNA 它會帶著 UAC 然後呢 它會帶著甲硫胺酸 所以 這個密碼 兼具雙重意義 就是第一組密碼子 又可以對應到甲硫胺酸 可是 UAA UAA UGA 這三組密碼 不對應到任何 甲硫胺酸 就是沒有跟它們配合的TRNA 所以 核糖體讀到這邊之後 OK啊 實際的多態鏈的合成在前一個密碼 就會正式宣告結束 所以讀到這個地方 就表示核糖體它會脫離 那個M1A 整個轉移動作就結束 所以 64組裡面 其實還要扣除掉中指密碼三個 沒有實質對應到胺基酸 你看啊 所以 64組密碼當中 有對應到胺基酸的 就只有61組 但是密碼的排列組合還是64 那如果現在問題的關鍵是說 那64組密碼裡面 有涵蓋20種胺基酸的密碼多少種 那就只有61組 OK啊 所以要扣除掉這三個 好 可是64組真的是過剩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會遇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你現在看414A那個密碼表最左邊 像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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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胺酸那個 然後EU那個 你就看它從上面 UUA UUG 對不對 然後它往下 CUUC等等等等 這六個密碼 對不對 然後它們全部都對應到誰 全部都對應到同一種胺基酸 因為你現在密碼過多 OK啊 61遠遠超過20 所以可以允許 不同的密碼對應到同一個胺基酸 但你不能 那個 那個 一個 一組密碼對應到多種胺基酸 這樣顛倒過來的對應關係是不合理的 那你不同的密碼對應到同一個胺基酸 這是允許的 因為密碼的種類 遠超過胺基酸的種類 就會產生這種比較有趣的對應關係 這裡 這裡 有沒有問題 這裡